欢迎再回到警报现场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的 名导演吴念珍 讲名导演好像不能够 真正介绍他 他也是有名的剧作家 他也演戏 他也制作 那么他也写书 吴念珍在我们中间来谈 这些人那些事 当然不只是他这本书 这些人那些事 其实也包括 他所经历到的许多人事物 那我们回来再继续请教一下导演 其实我们认识的时候 是你在拍电影 或者是在做制片 制作电影的时候 那么然后从电影就进到电视 然后做电视 然后就变成舞台剧 别人刚好相反 别人是先从舞台剧 然后再进到电影 那你是从电影反过来 电影然后电视然后舞台剧 你要不要谈一谈 这一长串人生的 不同的艺术形态 表演形态的一种体验 我觉得讲得很漫长 就是说其实写剧本 弄电影这也是一个意外 就是也是意外 就是那时候习俊 然后二十几岁的时候 习俊良要拍一部电影 然后他太太就找了一个当时 他太太满有意思 他想说编剧的态度要不要改变 就找了当时三个年轻的 在报纸上写东西 一个写上文的 一个写才 霸打文学的 一个写小说的 就找我跟林青贤 跟一个陈明潘 三个人去写 我就这样开始去写剧本 那写一写 后来当然拍电影 拍电影自己 就是写剧本 后来自己回去拍电影 也是蛮奇怪 就是从来没想到当导演 后来是我父亲过世 父亲过世 对那很痛 那天天就讲 你知道痛的一个 另外一种防卫方法 就讲爸爸有趣的事 荒谬的事给朋友听 讲一讲他们说 你讲那么多 你应该把他写下来 他说这个东西不是你爸爸 而是在日记时代 出生那一代的基本故事 你今天应该把 那是一代历史孤儿 应该写出来 后来就写一写 就问萧显说你要不要拍 他说自己的爸爸自己拍 然后我就去了 就去拍多场 拍完多场 本来其实也不是很想再拍 因为那个非常 我的意思是说 对导演这个定位 我还是很严肃 我觉得导演是一个 自己没有能力达到的一个 做到的一个工作 我对他的定位是很严肃 那后来拍完之后 他们就讲说 因为他还参加过很多世界 各地的影展 他们就认为说 你应该有credit 应该继续做 不然那可惜了 意大利的都林影展 对 都林影展 参加了威尼斯影展 还是竞赛片这样 可是那一年打击很深 那一年整个台湾电影 开始在往下降 最大的打击我不是台湾 是我在意大利的这个过程中 我在意大利 威尼斯的一个地方 一个戏院 就像台湾一样几个厅的 四五个厅的 没有一部意大利电影 全部美国电影 对你知道意大利是新写实主义的 重要的国家 法国德国这些重要的电影国家 到最后全部被好莱坞打挂 那时候我觉得 那这样台湾电影 如果这些国家电影 就被打成这样的台湾 可能糟糕吧 我觉得很难吧 然后你到后来就是 泰民天国没有赚到钱 我一直对投资老板很不好意思 我这很糟糕 我是一个这种非常 很容易丢体的人 我觉得说我一辈子 今天我如果要拍电影 我不要再去拿别人的钱 我应该自己赚来 把它亏掉我都甘心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闹子不要拍了 我觉得那时候想到一件事是说 其实用电影去影响到别人 或是用希望 透过电影去让别人了解 台湾会了解什么情感等等 等等这些事 如果电影已经没落的时候 应该做电视 你电视更快 电视更快 它比 因为电影整个 那个太长了 时间太长 楼子也太大 对对 而且你用电视会比好一点 那刚好TVBS那时候 不久还蛮新的一个电视台 他就找我说 那你要做什么 你如果做 我说如果做我常做台湾的小地方 消失的行业 不常碰到的人 或者他们奇怪的生活哲学 这样的东西 以后来他们说好啊 就去做 不过这样的做法 现在电视台大概很难接受 因为那个东西 每次三组人拍得快疯掉 因为每一组都要花三天到五天去拍 还有剪接 没有你之前就很多的做资料 所以三组人几乎都没有休息这样 弄到三年多做了三年半 那当然那个东西反应还不错 那个反应非常不错 对 可是真的累了 那时候真的累 累不是我 是我觉得小朋友累 他们真的很累 真的非常非常累这样 后来其他电视台开始更做 那我觉得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就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就这样子 那我觉得后来就是开始 觉得总要找到一个生活的寄托 不是寄托 是一个生活本钱 你必须要去赚钱 所以就开始去做广告 就这样子 因为我第一次觉得本来对 我以为你说舞台剧 没有本来对广告再来就接着广告 广告本来是也没有这种概念 也没想到说对钱好像也没有概念 有一年是好像我儿子国中毕业 还是高中一年级忘记了 到美国去 去找他的表姐还是什么东西这样 绕了一圈回去 回来跟我们讲说 爸爸我以后可不可以去美国念书 我说可以啊 你如果有能力当然可以去念 他说我要练长春藤联盟 我说为什么 他长春藤联盟的学家看起来好漂亮 我就跟我太太讲说 长春藤联盟很贵 我们看看存款有多少钱 我们那时候我记得 我们两个人存款加起来85万 总会这样 对那时候85万 我那时候拍完电影是 电影花一年半的时间 电影都没有让你赚钱 当然没有给 我自己领导演会跟编剧费啊 天啊 然后就写剧本这样子 85万 85万不够他一年的学费 所以我跟我太太讲说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 认真去赚点钱 如果万里哪天你儿子跟你讲说 他认成长春藤联盟的时候 我们那个破房子 才100多万的房子 也没办法抵押多少钱这样 他才认真去正式 就是要做生意这件事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是压力也是不应该的事情 就是民国 这到了四十几年 四十几岁才去开公司 对你开公司到时候 变成一个责任了 然后就这样做下来 就做广告 开始接业务 就这样子 对 所以人生真的很多事情 真的很难料 我现在跟很多年轻的朋友讲 谁知道你后天会怎样 谁知道到后天是怎样 但是你有达到你的目的吗 当然有啊 就是我儿子现在如果跟我讲说 他要去练书的时候 我大概应该可以让他去练 可是他又反过来了 大学毕业的他妈妈问他说 你到底要不要去美国练书 他还跟他妈妈讲说 妈 如果我现在去练 随时哪一个学校都会要我 我会要我去练的 可是你只要让我工作一下 知道我需要练什么我才去练 我觉得他很带走 所以他也没去练 对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 是啊 那就走进了广告业 对 可是你在广告业跟别人做的不同 就是好多的产品 他们真的要找你代言 然后你在每一个产品都帮他 创造一个新的生命 那这中间是不是也有过去的 电影的经验放到里面 应该是有 比如说你自己拍了 其实我很喜欢拍的广告都是有点故事性的 对 你如果拍一个单独一个汽车很漂亮走来走去 我觉得那没什么意思 就是说美女走来走去 放来放去风吹头发飘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有点故事会有意思 为什么会比较被容易记住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所有汽车广告都拍得很漂亮 内容你可能都记得 但是什么车你不知道 对 那我认为不是这样 你广告就是让人家说 这个故事应该跟那个车是连结在一起 我想要这个故事 想要这个产品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一直觉得 故事是可以最容易打动人 所以你比较喜欢那样的 或是这个人物 或是这个人物 假如讲了某句话 这样 所以那时候很在意说 一个30秒短短的广告 或是20秒一个广告 他可能有一句话会被人家记得 那我觉得这种东西满开心 我自己写过 我自己最开心的slogan 一个就是阿扁在市长要竞选连任的时候 因为那个slogan出来之后 他们国民党花了很多钱 拍广告来骂我 骂这个非候选人 我那时候是因为他市政 那时候做市长表现很好 我跟你讲 我家已经去一半 塞封千万五百万 这个东西 另外我自己满开心的就是 一个男性好我们的广告 十百万千万五百万去去找 而且还建议他们在政论节目之后的开档 破口广告第一档的播 所以那边男人在讲到的就是 十百万千万五百万去去找 我觉得满开心的 我觉得满好玩的 我印象中比较深刻 从一开始你拍这一台车到台湾了 到台湾了 到台湾了 那个我印象中很深刻 是最早的 对 那么在这段时间在拍广告片的过程中间 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 好像我想从我的立场来看 很多的厂商找你 有得到好多好处 你可以帮我想剧本 你自己就可以配音了 然后有的时候你自己就进去演 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 你亏了 倒不会 因为广告其实是最现实的 就是说你付出什么 他会给你什么报酬 但是我有时候会这样 就是说 常常做广告的过程中 还会给建议 甚至有时候老实讲 就是到最后拍一拍 变自己有时候变成朋友 就是拍一支变两支 什么东西 就是反正你出班就拍了 拍了为什么不把它剪成两支 剪成两支也同样播 就这样子 对我来讲那个都没什么 就是说不定效果更好 你也交错 对 所以有时候 就其实跟自己跟朋友交往一样 其实很多事情就变得很kimoji 就是在意那种台湾人讲kimoji 你觉得你适合做生意吗 不适合 因为太好了 太好心了 那么太好心做生意 我在想也听你那把冷汗 好 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再来讨论 谢谢大家